卸下裝備,她是一個青春美少女 但一披甲上陣,她就變成世界第一的重劍一姐 她是江文慧 十一歲,爸爸第一次帶她接觸劍擊 竟然令她成為明日之星 多次在青少年錦標賽獲獎 你會用什麼心情去參與八月借你約奧運? 希望可以儘量享受整個過程 打開眼界,可以代表香港的好方 有點不開心,我還希望可以打得好一點 但不要緊,很多東西要進步,我會加油 像跳舞,我完全不會跳,又不喜歡跳 我想這段時間壓力太大,所以去Youtube學跳舞 還有煮食,上網買菜,這些 我就看了很多佛的故事 有一句說得很好的就是 人生無償,所以才有希望 我覺得奧運不只是一個四人一次的運動會 而是一種價值觀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用奧運精神,齊心抗疫 今屆奧運對香港劍擊隊來說是修成期 派出力來最多的白人大軍出戰動敬 呂重由全世界第一的江文慧領軍 現在前所未有這麼高 到時候希望香港大家的市民提得到 會覺得好看,很厲害 2022年度,香港結出運動員選舉頒獎禮 在會展舉行 世界排名第二,女子重劍的江文慧 去年收獲兩面鴉錦賽獎牌 當中更加在女子個人重劍奪金 令她連續四街當選女子結出運動員 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奧運會 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我希望到時可以打好些 令香港proud of all of all of us